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疯狂的习包子啊 他有打不完的敌人 他已经都清洗了十年了 各种大清洗 各种部门 各种领域 金融领域 铁路领域等等 还没够 他已经连任第三届 当上皇帝了 他还要进行大清洗 坊间各种分析 什么江派 团派 王岐山系列 其实都是民间的分析 这些独裁者 他就是有悲害妄想症 其实当年毛泽东也是这样的 从1949年建国以来 什么三反五反 那大饥荒 大清洗 有完没完 到最后 连毛泽东的老婆 江千 竟然也是反革命 到他的亲密的好战友 千岁千岁千千岁 林副主席 也是反革命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绞肉机 这个政治内斗 他永远都没完 在这种下折腾 没有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内斗 内耗 里面 中国今天的金融和地产领域发生大崩塌 我们一起来看看 瞧瞧分析分析 先是2022年11月6日下午 把我惊呆了 居然开了一个什么会议呢 央行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郭书清 同次主持召开党委会议 这个郭书清一直以来 他管哪里崩塌哪里 但细胞子就喜欢这种人 他名字叫做书清 但是我们股民给他起了个外号 就叫做书清 他管什么书的清 全部书清 管那个银行 搞了个P2P爆雷 全国崩塌一遍 搞了个房地产 把房地产全部搞崩溃 搞了个什么恶手房参考架 他来当证监会主席 管股市的时候 股市全面崩得最厉害 2015年什么熔断机制 当时崩了一片 所以郭书清这个人 是很不好造头的 我告诉你 他去到哪里 你一直都知道出事了 所以召开党组会议 现在搞政治了 行长易刚同志 各位出席 开了个什么行长 居然出来不是讲经济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 你看出来开一个会 央行行长出来 出来什么书记出来开个会 不是讲经济 讲什么呢 会议一致认为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对范一飞涉嫌 严正违法为继 纪律监察和监察调查 充分体现的 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 渗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以林永远态度 惩治腐败的 坚决决心和坚定的意志 凸显了我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先民品格 释放了反腐败斗争 一刻不停 永远吹冲锋号的 解放列信号 严明年堂党委 你看最后这一句就关键了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你看现在所有部门都是这样 中央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专门开一个会 浪费一个早上 你一年365天 你就几个工作日吗 我问你们 专门花了一天时间 当然你开个这么大的会议行长 你要有各种准备 茶水 场地 就是内耗 你看到现在整个中央人民银行 里面什么行长不干正事 天天开会互相批斗 你就开一个会 拥护习包子的决定 然后坚定自我革命 你看到整个体系 现在已经不干正事了 全在斗里斗我斗里 开个会 就是就是你 你用不用护习包子 你你先把你小红书拿起来 是不是 会议要求 你看哎呀 全部都是那党八股 现在已经形成了 人民银行 各组织 党员干部 一案为鉴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 有没有写进去 一样现在执行层面 没写更麻烦 天天要重复 就生怕你们没实际写进去 要把这东西操作进去更麻烦 切实什么两个维护 四个自信 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修养 党性 不讲人性 讲党性 看到了吗 要长期性 要复杂性 兼具性 永远在路上 都是这些话 所以你就看到现在 就这个架势 我就专门去查了范怡飞 是何许人 11月5号 原来前一天 中纪委 网站显示 中国人民银行等委委员 副行长范怡飞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你都看到了 原来前一天 中纪委把他拿下 然后后一天 他们就要开个会监聚容忽 然后开大会互相批斗 把范怡飞批臭 是吧 然后其实最近不止这些 我们来看看 整个金融领域 可以讲二十大之后 那加强大清洗 那你有停过 根本就没有停过 所以你以为二十大之后 消停 以细胞子这个人的性格 你看他过去十年 他要消停 他清洗五年 就什么都清洗干净了 你没有见过 就清洗了十年 还没清洗完 所以就证明 这个大清洗 他是细胞的性格 与他的这种认知障碍 人格障碍造成的 不是说什么 他真是有一个要清洗 什么 我说呢 毛泽东到最后 他老婆也是反革命 他们亲密的好战友 全是反革命的 全身边什么 什么彭德怀 朱德 什么什么 林彪 刘少奇 全部是反革命 就差一个周恩来去的早 是吧 全倒下 就是邓小平 那么全是反革命 所以你11月5号 你看到你比如这个黑龙江 人大常委 原党委书记副主任 宋西斌也是落马 然后11月 同样11月5号打了很多个 湖北省人民政府 原党组成员副省长 曹广金 也是涉嫌受贿 也是移送司法机关 然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又还有一个就安徽省纪委监委 就说安徽省人大常委和大农业农村委员会 就是你习包子的人 大农业嘛 也是原主任委员李鸿明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也是接受纪律调查 所以就是天天有人下马 11月4号 你如果认真去去把这些统计 天天一大堆官员下马 大清洗根本没完 所以安徽纪委 这个李鸿敏 李鸿敏是何选言呢 原来这些都是跟金融系统有关 里面说他跟徽商银行的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双查的这个徽商银行 第三任董事长李鸿敏 他之前当过董事长 聊跟徽商银行合肥分行员党委书记行长何涛 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你看全下马了 现在徽商银行的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现在估计是里面出什么问题了 或者说 细胞纸这个人就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 全是下面的问题 就像这个防疫清零一样的 不能层层加码 层层加码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我确实就竟是认识 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你指望他纠正什么呢 对吧 你现在层层加码究竟是谁造成的 不就是你中央造成的吗 你以为是地方官员造成的吗 就是因为你中央 这个官员出了一个病例 他就要下马 对吧 这个没管住他 你就把他裁掉 你就把他批凑 所以这些地方官员 你说他能不谨慎吗 他能不层层加码吗 他没控制住 他就压下面的 你说包括下面大白 现在当然就要强烈 这种情绪宣泄到大白上面 这些大白也是层层加码 也是上面有压力 他们都这些狗腿 是不值得可怜的 包括中国的公安 中国的警察 中国的这些大白 都全部不值得可怜 全部狗腿肢 但是这里面是体系 从上而下压下来的 所以你说这层层加码 怪的是下面吗 当然下面也不是好东西 但主要一个根源 那还是在于你细胞质 还是在中央这里 你这个动态精灵不放松 你中央这里 能把这个扭转到下面 他也执行不了 对不对 所以这比较明确 但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现在你说金融领域出问题了 你是怪下面的行长吗 你是怪下面这些省长吗 你肯定你这个习包子 跟美国对着干 搞了半天把香港砸了 是不是这些是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 那你说 现在你要怪下面都没搞好 是不是 这底面就不是一个认知障碍 是个人格障碍 还有什么呢 所以他如果真是觉得下面的问题 那还是说他就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他就是一种育民之术 一种全数斗争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结果就是经济出现大问题 所以现在给大家说说 这两天金融领域出大事 怎么出大事 首先是郭广昌卖卖卖的脚步 根本是停不下来 最近又对持股十多年的金矿下手了 6号晚间 昨天晚上郭广昌旗下的预言股份公告 2022年9月初公司以美国5块7毛7港元 于二级市场大宗交易方式出售了 招金矿业6800万股股份 交割完毕之后预言股份 合计持有招商矿业21.26%的股份 出售就出售6700万股 里面11月6号 他公司与紫金矿 就出售给了紫金矿业的子公 是金山国际 要交易的总价款是43.95亿港元 所以一把套现又套了40多个亿 这里面这新闻乱七八糟的 交割完成之后 他就剩下百欧 就清仓是简直 本来有 他这搞错了 左前后他填错了 这个数字 交割完成之后 剩下1.26% 就一把甩了20% 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一把就甩了40多个亿 两次减持 两次减持 一次减了6800万股 一次减了6.54亿股 我都看乱了 这个新闻 两次下来 套现了49个亿 49个亿港元 算上之前的清仓是减持 的动作 郭广昌近年以来已经套现了超过360亿港元 这我们之前都有报道的 就是看着这郭广昌一直在减持 里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他之前出售蓝钢股份 60%的股权 套现了160亿元 减持中山公用 套现了4.82亿元 减持育员股份 套现12.49亿元 出售金辉酒股权 套现了19.37亿元 清仓了青岛啤酒股权 套现了38.13亿元 此外年初复兴方面还减持了海南矿业太和科技 青岛啤酒 复兴旅游文化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 永安财险也是遭遭减持从40%减到14% 所以郭广昌复兴集团拿着卖卖卖 真的没有铁 里面证明中国的金融地产系统出现大问题 里面究竟是因为如果复兴集团 郭广昌是润的问题 那早把他拿下了 就把他抓了 但没有抓 他一直在减持证明是债务问题 中国整个的 你这个债务也是细胞子自己搞的 所以你现在找你下面的麻烦 我就觉得奇的怪了 当时是搞什么叫做打妖精打妖怪 说野蛮人 说你们杠杠太高 还有P2P 全部收起来 全都是由细胞子起来的 这是个系统性的全面斗策 我现在又怪 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个说诋毁啊 恶意诋毁国家领导员 所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扭转 他现在认为是下面的在搞他 为什么这个去杠杠的过程搞成这样的 肯定是你们下面的人要搞我 他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为什么广州有疫情呢 他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广州的领导要搞我 细胞子 你们要破坏我亲您的这个大计 你们为什么没有管好呢 他是这么想的 他人格障碍细胞子 他是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吧 为什么你香港人有反抗 里面有境外敌对势力 你看他是不是一直都这么说的 所以他疯了你知道吧 所以你不要指望他纠正什么 或者说拿出一个东西纠正过来 我看他是疯了 哪里有一个政治内斗 斗十年没斗完 斗了他连任第三件了 还没斗完 还要再斗 是吧 还有地产方面 我们也是注意到不得了了 目前全国大多数的恶手房市场 快爆仓了 我们随便收了几个热点城市的恶手房市场 给大家看看 北京在之前 北京的恶手房库存 一直在八到九万套左右 可是最近激增了 到了十万套 这是有史以来全没有过的一个数据 而且这一万多套 就是从下半年大约七月份开始 每个月以三千套的速度增加 就连北京当地的房产媒体都静待了 这仅仅是链家一家的 目前展示出来的也是外网的 内网有多少套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他有一些没放上网的 所以总体来讲 北京市场都在抛售离场 而深圳 我们看看深圳记忆当中 深圳恶手房挂牌量一直都是三四万套 但是去年恶手房指导价之后 深圳就慢慢的就没有公布恶手房数量 而在2021年2月10号的挂牌量 一看吓一跳 吓一跳 哎呀 不得了了 这挂牌量到十万套去了 关键是当年市场好的时候 一个月成交一万套以上 现在一个月一千套都不到几百套 你现在十万多套挂的牌 你一年你就销售一千套 你什么时候买的完呢 这个房子是不是怎么卖啊 挂的这还是挂出来的 已经挂出来 已经有加钱可以谈的 还有大量的人没有挂牌 你说这库存究竟大得不得了 还有南京的恶手房挂牌量 也达到了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五 快突破十五万大关了 对比一下八月份 呃 的时候就是十一万 八月份十一万 现在十五万了 这个这个库存简直飙了啊 成交低迷根本去不了库存 而且很多人想润 很多人也不也不会想看不看好 他没钱呢 没钱要卖房啊 所以这个现在累积在这里 根本就这个这个库存越越积越多 啊广州也是一二手库存猛增 新房啊 去化周期从年初的这个十二个月增加到十八个月 还是个平均数据 郊区更加惨不忍睹 二手房年初的时候 广州链家的挂牌量大约是十万套啊 目前已经增加到十二点六万套啊 要知道广州中介不止链家呀 还有什么和富地产 玉丰地产 广州二手房也是十五万套 没跑了啊 成都更可怕了 成都啊四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十五万套了 现在不到半年啊 增加了三万套 已经是十八万套了 不断有人挂牌 卖不出去啊 哎呦 我去啊 还有苏州啊 已经凉了很久了 根本没买啊 链家一家陆入的房源 已经到达了历年最高值啊 尤其是今年五月份 苏州取消了二手房限售 之后二手房挂牌量更加是直线飙升啊 突破十五万 都十五万啊 很奇怪 是不是系统的上限已经是没法再再再再放了啊 所以你看到这这 这个大雷才刚刚开始呢啊 洗一洗包子疯了啊 这里面这个政治内斗叠加 经济暴雷啊 一切才刚刚开始 哎 我们有点啊 看吧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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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